台北市长柯文哲选举幕僚彭胜韶 在竞选期间 报书老鼠尾窃听事件一夕爆红 之后彭随柯文哲进入市府 担任资讯局机要秘书 但今天时报周刊爆出 北市府出现新一波离职喊笑 连彭胜韶也是其中之一 日前他曾在脸书抱怨 员工一直离职到同人都挂了 虽然随其删文但仍引发议论 彭今天强调脸书内容通常是废文自嘲 单纯是个人心情抒发 他否认因世纪低迷而有出走潮 而且资讯局长官李维斌 是他跟过最棒的长官 不过最近却有民间企业 中央机构来挖脚让人心动 虽然彭胜韶极力否认 但连他这种柯文哲一手带进市府的子弟兵 都心生埋怨甚至想要跳船 恐怕北市府现在的员工士气 真的不太妙啊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